嗨,今天我要介绍一本,我看了很多遍很多遍的书,名字叫做小王子,我看了英文版,看了华语版,但是原版没有看,因为原版是法语的,为什么我会喜欢那一本书呢,是因为那本书在你不同的年龄的读的时候呢,它给你的那个意义很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寓意的书,就是你看了,然后你自己解释在你的生活上,是怎么样来解释那一些医师啊等等的书, 这是一本很好很好的书,然后一定很便宜,一定会很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可能两个小时就看完了,所以一定要看咯,bye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义中天的中华史,义中天的中华史呢,现在是一边写一边写一边出版,总共呢有32本,目前手上拿到的是第20本,然后这个历史的,这个历史书的特点就是, 它适合历史学家,也适合中学生,它的切入点,有很多精辟心的一种想法,它对不管是历生修身处事,或者是一个企业如何竞争求存,或甚至让政治人物了解每个朝代的新王,体制改革,如何应对,都有不同的体会, 所以相信这套书呢,不同的人都会有所收获,它提出的论点很新,提出的想法,也跟目前比如说中国的发展的局势的改革,也跟比如说马来西亚西盟新政府,所应该应应新的局势,如何去应对,如何去做体制改革,都非常值得参考 大家好,我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它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本书,叫做动物农庄 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政治议员故事,里面通过生动写实的方式去描绘在一个农庄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从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人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如果我们单纯从一本童话故事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基本上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政治社会的话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在各个所描绘的人物,各个动物形象里面 你可以看到,其实好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环境里面也有这样的人的存在 所以我欢迎大家去看这本书,跟我一起沉浸在书海,谢谢大家 我一下子很喜欢看的,就是写实性的中文小说呢 是看起来不会很沉闷,很轻松,而且看这个作者一些作者 我们描述到很逼真,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 可以学到很多一些他们在于第一语文的 讲英语为第一语文的这些人的一些,我们叫slang 就是一些常用语,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少用 但是是一些非常亲切的一些表达方式 对于第一语文的人来说,这个可以学到很多 语以单字,还有表达方式,比较轻松的,简单字间的表达方式 这样还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读物? 这个是属于一种写实性,可以说是一种写实性的小说 它这个,它是写实性的小说,就是真正的故事 然后以小说,戏剧化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非常,不会很沉闷,就是很好看的一本书,很精彩的一本书 哈喽,大家好,我是凯聪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城市造反》 那大家对城市的刻板印象就是一个商业中心 然后聚集了很多商业活动 那这本书特别的地方呢,它收集了十一座城市 里面社区营造成功的例子 里面包括公共空间,公共艺术空间 在社区里面推广这个农业 甚至是有社区这个实验室 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一起看这本书,买回来看 一起想象,一起发挥,打造一个更好的城市 更属于人的城市,更有稳度的城市 好,谢谢大家